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板材都是从东南亚进口的 你疫情关系什么东西都涨了 大量作获成本差很大 装潢修缮市场报价也比往年增加一到两成 就有专家建议如果想省钱 少用木材 选择贴壁纸 或是材料不要挑品牌 也能采用重点式的轻装潢 先做碎电项目 其实私座的部分我们以安全考量 水跟电 电缆来讲的话全部更新 那是第一档物要建 那木座可以摆在之后 否则遇到年底周 汪旺季装潢价格恐怕越来越贵 民众装修房子更要勒紧脱包 这一期为推特老薛新北报道